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先开始来介绍一下第一个主题就是 因为是Power BI的技巧 所以你可能要先知道一下Power BI是什么 这套软体 我想用这种方式来介绍 如果说我今天搜寻引擎打开来 然后输入Power BI 我要告诉各位 光是这个时间相解 时间相解 我前几天才发现我就有算错一件事 就是 例如说2月14号的晚上11点30分 去挂号住院 然后呢 然后呢 如果 2月15号的凌晨30分出院 对不对 好 这两个 从离院 挂号到离院之间相减的就是你在急诊室停留的时间 只有一小时 对不对 结果又就用很单纯的相减的方式 他减出来变成23小时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好这是差很多的 好反正里面都有很多的运算上面该注意的事情 后来我才发现啊 我一改之后好多的现象 整个都跳出来是正确的 好这提供给你们参考了 这都有很多我在 我希望在课程里面 我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都希望告诉你们 因为毕竟是一个基础课程 所以希望用很简单的方式来告诉各位 第一件事情呢 但我当就想要介绍一下 Power BI是什么 所以你看 Power BI 当我打了Power BI 他这边他就出现相关的图 这是Chrome浏览器 他的好处就是 他这个其实就很像以前知识家 他就开始解释Power BI是什么 你看这边他都是用图来解释 建议各位 视觉化的时代早就已经来临了 以后你通通都是用图的方式 来去讲故事就对了 好那你看一下 Power BI是什么呢 就是这一堆的图 这一堆的图 对不对 那你当年也可以看这个地方 不要看广告 看这个 资料视觉化 资料视觉化不就是在讲这些统计图吗 对不对 好 再来 资料视觉化这里面 还有很重要的五个字 除了资料视觉化 就是互动式报表 互动式报表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图跟这个图 你单独点其中的某一个部位 某一个小部分 它可以联动 这件事 什么叫联动 我应该讲说 互动 互动 他这边讲的互动 这是中文 我觉得翻的不是很好 应该叫联动会更好 人跟人之间有互动的意思 就是我 例如说我问你早安 你可能会回应我早安 这就是互动 那对资料表跟资料表之间 之间的关系 它就是联动了 我点了这个 这个横条图的一个bar 然后它会在这个地方出现图的即时改变 这就是联动 可以吗 所以总共10个字 一堆的图 还有联动 可以 资料视觉化 以及互动式报表 请你只要记这10个字 简单的说用图来讲 就是我可以画出很多很多的图 而且图跟图之间可以互相联动 就这样子 记得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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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